所以小时候 我在那个大家庭住了七年 印象很深 三岁到十岁 大家庭给我的印象 现在想想 从前随着心安 小时候家教 年老的时候 不怕没人养老 家族养老 真有天能之路 完备太多 所以他老不在乎 不怕我老 养老 育幽 都是家的死业 现在家没有了 老人可怜 年老之后想怎么办 现在现前的社会 中国人也学西方人 这种价值观 不养老人 老人由国家去养 到养老院去 这个很可怜 养老院不是自己的亲人 在从前的家庭 在从前的时候家庭的养老 这个好 都是孤入 都是一家人 所以老的爱护 小的 小的都尊敬 老家庭 那像这个时候 通通都是 像龙岸边缘 社会现象 你要会看 一群都看到了 不会看 就当面错过 所以我常常想 中国的家要恢复 这个对于整个世界和平 是最大的贡献 那恢复从前 这种血缘的家家族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常常想到 现在有企业 有公司 它是乱体 像我们这个私运 也是团体 用团体 来集成中国的家道 集成中国的 家规 家学 家业 这个对于世界和平 是最大的贡献 我找了几个企业家 做事业 我说你们带头 集一两个做好了 给大家看 企业的老板 就是大家找 必须要怎么样 把你的员工 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这才行 这一个企业 就是一个家庭 但是这个家庭 是道义族的 它不是血统关系 你老板要照顾周到 员工的老人 就是自己的叔叔 你公司要养老 员工的小孩 就是自己的晚辈 下一辈 所以公司要办 养老院 公司要办 子弟学校 把家道集成下来 那个员工进入你公司 这就是我的家庭 他会全心全力 为公司获补 日本人虽然有做的时候 做得不彻底 老板还是有私心 这个老板 不能有一点点私心 必须是 这个公司 事业家人 现在在中国 第一个在做的 胡晓琳 北京 做得很成功 他才两年半 小国足足 员工的老人 小孩真找不到 所以你想想看 这些员工 看到这样的老板 怎么不喜欢 所以金融风暴 对他们毫无影响 别的公司 财源 捡薪 他不但不财源 涨 薪水很长 像别人无碍 我们也会看 花眼镜 统统在现实的社会上 就会你 干杯 不罪 一 膧 没 搞 没 不 不